最近除了疑似蔡英文和蘇貞昌插手NCC的錄音檔 還有另外一段可能是今年1月靜電視內部的錄音流出 其實有看到那個韓本身 簡訊韓本身 我們不知道他給NCC的到底是只有一個韓 還是有什麼其他的東西 沒有 確認只有那個 而且那個是一個自然人 莫名其妙的自然人 然後有一個地址 地址是內湖 但不知道後面是什麼 後面沒有人 大家沒有記下來 但他就是一個自然人 今年是高層人員 竟然直接掌握NCC收到的檢舉資訊 連身份和地址都知道了 引發NCC外洩檢舉人資料的懷疑 而無論是對這段錄音 還是成狡猾的那段 不管記者問什麼 NCC只要一聽到錄音檔 就會挑針 這些陸陸序區曝光的錄音檔 內容都跟NCC有直接關聯 NCC應該主動向社會大眾說明清楚 而不是讓這種暧昧的態度 憨糊帶過 如果NCC外洩檢舉人資訊的事情屬實 NCC更應該調查清楚 給出交代 否則恐怕會引發寒慘效應 未來背景不夠硬的人 看到非法情勢 可能都不敢檢舉了 面對這些連環爆出的醜聞 蔡英文 蘇貞昌 NCC的態度卻是異常低調 至今還沒有表態要尋求法律途徑來捍衛清白 如果真的沒有問題 那就請你們出來提出確切的證據 不要再只是嘴巴說說而已